台下提醒家長要注意囉 台中這個兩歲的小男童 他是誤施了阿嬤 包這個鹼粽的鹼水 結果導致這個食道是有三度的灼傷 現在寬度剩下不到三層 他無法吞咽只能夠吃流質的食物 恐怕會影響發育 拿出兩歲男童的內飾鏡照片 小小的食道不但發炎紅腫 還布滿血絲 輕輕一碰就會痛 透過S光片更清楚看到 食道縮減一大半 吞咽都有困難 食道可以這麼寬 他的食道只剩下這樣 非常狹角 我看這個大概應該不到30%了吧 原來是台中這名男童 把阿嬤包鹼粽縱的鹼水 誤以為是飲料 喝了一大口立刻呕吐 送醫後已經來不及 食道三度灼傷 為什麼要做食道擴張 因為食道已經狹窄了 他第一個沒辦法進食 沒辦法進食營養就絕對不良了 金黃帶點透明的鹼粽 端一端的好有彈性 是端午節家家戶戶都愛吃的美食 但是包鹼粽 少不了這一瓶屬於強鹼的鹼水 才能讓糯米軟化變得透明 富有口感和風味 但是鹼水還沒煮之前 具有腐蝕性 男童阿嬤沒把鹼水收好 導致男童誤喝食道受傷 以後恐怕無法正常飲食 也會影響大運 記者侯心佩玲女星 台中報導 謝謝大家